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燦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引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讓大家了解到一些 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是看熱鬧 而能夠看到背後的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也現在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 我們才能夠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讓我們能夠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在幾個禮拜之前 我們曾經跟大家介紹過一個活動 就是在高雄的勞工博物館 現在正在展出的末代礦工的攝影展 那當時我們訪問的來賓是鄭怡文 鄭老師也是這一次活動最主要的策展 那這活動事實上非常非常的精彩 如果你還沒有聽過我們那一集的訪談 期待也建議您可以去聽 當然如果你有空的話 我們更期待你可以到 高雄勞工博物館去看這樣的一場展覽 因為這是有非常多 過去的礦工 他們自己拍攝的照片 以及現在的學生 拍了這些現在的樣貌 還有很多當時當地的 這種在勞動過程當中的 非常多的器具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要去認識礦工 歷史跟處境的一個方法 當然最近可能感覺蠻多人 開始關心這個礦工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個賴副總統 賴清德他的這個在老家 這個所謂的 這個爭議事件 就是他父親也是礦工 然後在萬里那邊的 有一個房子的爭議事件 也引起大家討論 那這個社會裡面仿佛 因為這個總統大學開始關心 這個礦工的事件 說實在的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好的現象 不管你 支不支持這個賴清德的說法 或是你對他的做法是不是同意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然後至少我們開始在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就要來邀請到的是 跟這個 礦業非常有關 跟末代礦工 攝影展的非常有關係的 周曹南先生 周先生同時也是喉童礦工 文石館的創辦人 周先生你好 老師你好 大家好 謝謝周先生來 我們的節目中間 跟我們合作來分享 但是我一開始就說到 我們奈婦的這個股廚老廚的 這個事件 那以前很多的關心 我不知道 你本身也是礦工 然後你也是在做文石館的工作 然後你也在兩年前 也上街頭 在向政府去請益 這個礦工的一些基本的權益 應該要有的這種所謂的轉型 一些所謂的正義的問題 那你怎麼去看 這個賴清德副總統 這個所謂的老房子老宅 所引發的這些正義呢 其實 這個工療的事情 不是只有賴夫的問題 在台灣大概有好幾 將近一萬棟以上的這種工療 我這麼多 早期看到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會住工療 那向大夫 他家跟我家 是一樣的 我們是沒有住工療 但是是自己蓋的工療 就很簡陋的 沒有很簡單的蓋的工療 這工療在存在社會上 已經很很久的問題了 大部分 如果你沒有還修就罷了 如果你一旦還修 他們就說這個是違建的 這個是不行的 其實這個工療 趁這個時候把它 拿到檯面上來 是應該持來的公平爭議 其實我們住的工療 根本就沒有房產 根本就沒有什麼建築之道 那個年代因為礦衛華的關係 所有蓋房子就隨便 蓋子可以大 可以遮封避移就好了 沒有想到那麼多 但是後來因為 時機變得更好 大家賺到吃 會把家庭比較好 如果你沒有真的很胖很寬 應該就不會 會很違法的關係 賴副總統他的 不知道什麼原因 會被炒的這麼厲害 我是 我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但是像賴副總統這種工療 在臺灣省是很多很多的 大概有幾千棟以上的 這種類似算是違法的房屋 不是也不是違法 算是那個年代是合法的 現在變成違法 所以這個工療的問題是應該 社會政府來主持一個 正當的程序 讓他合法化 或者是應該怎樣的 當然在整個社會的焦點 會放到賴副的身上 當然跟他這個要參選 這個副總統是有關 所以任何的政治人物 他出來參選 或是任何的公職人員 他本來就要收到 社會跟民主的選民的檢視 不過對你來講 這個不是一個個案 他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那這也就是你為什麼會上街頭 為什麼要去推動 這個所謂的 紅銅文石館的這樣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知道 您是這個紅銅礦工文石館的創辦 創辦的 然後本身也在進行這個導覽的工作 那為什麼您在退休之後 其實應該要去想想清浮 應該要好好的這個休息 為什麼你還要做這樣的事情 特別是 我在一些報導當中 也看到你因為採礦而得了細肺炎 那我在看到那些影片裡面 我看你走兩步 說兩句話就開始在喘 這不會很困難嗎 為什麼你還要做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還要去創辦 這個紅銅礦工文石館 然後帶著大家去導覽 認識礦業認識礦工呢 報告老師 這個煤炭 講到煤炭 我們就會萬壇 煤炭早期對於台灣的 貢獻是非常大 大概民國三 40年 60年70年那個年代 台灣沒有煤炭不行的 台灣煤炭支撐的 台灣的國防經濟交通民生 那煤炭是宅在地底下 用礦工的生命去把它換出來的 那這一段煤炭的輝煌 律師跟礦工那些辛酸的故事 都沒有在 台灣的經濟發展後整中留下去 如果 比如說 課本上沒有雜誌上 沒有電影也沒有 你在哪裡都看不到礦工 這些 昔日的礦工 護國神山礦工 找去他們的 他們對國家付出的貢獻 幾乎都被社會上遺忘的 不是社會上遺忘 大家遺忘的 國家遺忘的 那現在政府 最幾年前有在做一個煤炭博物園區 但是他們做出來的東西 跟我們礦工 的理念差的太多 那我們一起 因為他做出來是一個 一個概念 一個 觀光的概念 不是做真的礦工文史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 有跟政府建議過 但是政府沒有聽我們的建議 他做的 他都做的館跟我們差距太多 所以我們這些老礦工 就為了 為了表達我們礦工的 以前的對國家貢獻的辛酸的故事 我們就自己儲存一個館 不然我今年81歲了 我幹嘛還用我的老的年金來做這個礦工文史館 目的就是要先量礦業文化 礦業文化其實對台灣非常重要 他不只是台灣的本土的文化 更是台灣的經濟發展史 那讓我們儲存的一些資料 當中顯示更是台灣的勞動史 台灣的勞動史 我好像沒有看過台灣勞動史的書 這其實很 很重要的台灣勞動史 像這麼重要的東西 被社會上遺忘 被國家遺忘是 是很不應該的 所以我們這些老礦工就 覺得我們一盡一己之力 我們現在還有 還有一口氣在 我們就用我們的老人年金 達到這個礦工文史館 所以你說這個文史館的這個經費 幾乎都是用你們這些老礦工的 老人年金來去 維護的 是的 是不是一開始 一開始我們是沒有錢的 那政府也沒有願意支持 那我們就 找了四個老礦工 用我們的三百 三千五百塊的老人年金 那一開始做了以後 做了將近幾個月以後 我們一些老礦工都很支持我們的做法 他們都願意加入 後來我們加到十七個 那十七個一個人三千五不得了 一個月四五萬塊 那我們就拿這些來 來打造我們這個文史館 我們這個文史館打造 大概花了幾十萬 也花在我們這些老礦工 好幾 每一個人好幾個月的工資 但是後來 後來我們做了以後 有新別市政府 中央政府 勞動部 都很支持我們 所以勞動部 就也支持我們非常非常的大 嗯 所以一開始是你們這些老礦工自己掏出 錢來 自己掏腰包來去做這件事情 那一開始沒有這個政府的協助 不過其實你們也做的蠻有規模 包括我們現在如果 我們的聽眾朋友有看我們的 這個畫面的話 會看到周先生背後的這些照片 這些照片都是你自己拍的嗎 或是都是你繼續收集來的嗎 大部分是我拍的 90%都是我自己拍的 因為早期礦工很辛苦 大家都說 拍幾張留做自己的紀念 然後給 也給家人知道我們框框有多麼辛苦 回去喝酒才不會太陽洗洗臉 做上的方法你就知道要喝酒 有情節沒命才 回來就喝酒 喝酒回去 太太都會洗洗臉 不然我們有人憲 對 回來讓太太看 不會洗洗臉 是這樣動機 拍這些照片 不是想說文資館 或者是 留下來做紀念 只是沒有 我沒有那麼偉大的宏觀 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拍下來 就不是故意留下來 嗯 這就是很多人 這個老闆 他們出去 這個板准是要去打卡 讓他們不知道在哪裡是一樣的意思 你說 我這麼辛苦 我這麼辛苦 我不是只會喝酒 我怎麼做 做菜式很辛苦 所以喝酒 我是要解除我自己的憂愁啊 我的勞累啊 至少讓我放鬆 那我實際上工作是這麼的辛苦 對 然後慶祝今天沒有死掉嘛 一天我肚子死了一半 怕他沒死了 會聽到酒酒來喝 所以通常有一句說 喝不死 看他也死不喝 回來都會去喝 你就知道 每個人酒酒喝了 都會醉漫漫回去 嗯 老闆也很辛苦 老闆看就當然會沒關係 洗洗臉 這很正常的 嗯 嗯 那不是又是家宅 家宅 家宅 你有在這裡想 沒有很多這些想 我們看到很多礦工的生活 都是大的災難啊 一些礦災的照片 但是那個實際勞動的這個畫面 其實我們是很少看到 真的非常家宅 非常謝謝你把這個照片給拍攝下來 這是很珍貴的史料 是 家宅有在這裡想 不然大家都知道礦工很辛苦 但是不知道那麼辛苦 都那麼辛苦 那麼窄小的空間 大概30公分而已 我們人就要攪在那裡 軟的那裡 那個 除了那個工作環境那麼小以外 他的溫度是39到40度 而且濕度是100多度 那更糟糕的是他的空氣非常的汙濁啊 空氣 用噴噴 所以我們大部分人都會得到西匪症 嗯 哇這真的是 辛苦的一個工作 當然我們看到你那些照片 但是這很多文史資料 其實你是從來搜集起來 你說你們在做這個礦工文史館的時候 一開始是你們自己套藥包 可是你不是這種套藥包 然後去把那個房子租下來 然後就可以去做文史館嘛 文史的當然還有文史資料嘛 你開始要去找這些資料 去建立這些資料 去整理這些資料 包括你剛才的導覽 這導覽的訓練 這困難 你有剛才什麼樣的困難 這困難你是怎麼克服 包括老師 他是留這些資料 不是我常常留的 是因為我以前 有一個紀念 我們家 我們爸爸受到控宅 受到控宅 家庭生活 就沒辦法 當中就措施去做廚工 做廚工會不完 以前做廚工會帶不完 不管做廚工 好不然既然做廚工 欺負在命運之下 就去做廚工 想辦法就留我的名字去放 我留一個名字去放 不是要做文史館 我是要讓我家庭和我孫看 在後面比較多 不像我在做廚工這麼辛苦 是這個目的留下 我十六歲就開始留了 十六歲留了 我八十歲 你看六十年的時間 我留多少 包括我的文史紀錄 包括我的 做廚工的所有的紀錄 所以我 剛才跟你報告說 我文史館存的東西是 經濟發展史的資料也是 勞動史的資料 所以你是一個很小情 又很小蜜的這個人 非常習情 非常習慕的一個人 你這些資料都自己留起來 所以你的資料就是 我們臺灣的這個歷史的資料 對對對 也算是我個人的資料史 後來我留比較多 是有一個機會 我在我們這個公司 我擔任的工會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接觸的證件會比較多 資料也會比較多 我覺得這些 對我有幫助的 對我個人的資料 我都會把它儲存下來 所以我才會留下那麼多的東西啊 一般的文史館的資料 都是收集來的 或者外面收集來的買的 但是我們這個文史館 是全部都是由我們工工自己存下來 是比較特殊的一個 真的 這個非常的重要 你一開始是怎樣做做突厚 為什麼你做突厚 你剛才說做突厚 要把你的好評 要把這些東西漏起來 要把你兒子說 後來不要做這個事情 但是你做30幾年 你一開始是哪有什麼做30幾年 老實報告一下 我也要討斷 我也是基隆一中的 基隆一中我們老爸很高興 我討斷到二年的時候 因為老爸非常嚴重 那有不如你不能做事 不能做事一個家庭 那時候真的保險 例如說太多錢 一天三個半 你要做什麼 吃吃也也不夠 所以國父中的我就措斜了 去訪我們老爸做事 我們老爸也是年礦工 這年礦工我一旦做事之後14歲去做通工 十六歲之後就想了 我自己想我要當礦工嗎 我一輩子當礦工 這一輩的人生我就完蛋了 我一直想當比較好的工作 但是一旦礦工就完蛋了 但是一直跟命運掙扎 那命運告訴我 為什麼命運告訴我 老爸是平衡不好 我會比較好燒地燒賣 老爸要養 所以國父中就開始一天做 做下去一直掙扎 掙扎就是想我會不完 我要做通工 做通工要不要炒 我不要炒 那就掙扎 沒關係啦 既然做通工做下去了 做無就要認討 我就把我所有工具 我們才派到的工具 我才所有的文實料都是我用過命 用過命應該是要等一殺 或者是拿去沒派遞 以前小孩都換不買 我就把它漏掉 全部都是我用過的工具 文實資料就對我的工具開始漏 我一天等35塊開始漏 然後賺200塊300塊500塊 一天賣1千多塊的資料 漏得完整 我做漏的資料就是 不是說他要讓我們家人說 我做漏的工具是國不中的 我一定會一樣的 我是國不中做 你們就要好好做 兩人像我這樣 你也要好好做 你也沒有機會做白行工作 還是說你沒有想說 你沒有做白行就好了 做白行比較幾碗 老師 以前要去做頭髮 以前民國40年的時候 台灣要做頭髮給我吃 你如果沒有學歷 沒有經歷 你如果沒有本錢 你為什麼要做生理 你如果沒有學歷 沒有經歷 你為什麼要吃頭髮 吃頭髮 以前那個吃頭髮的外面 做老師 比如說 他說我那個時候做老師 做老師一塊700塊 我做白行一塊錢多塊 我是 我是要去我們家的經濟 我是要幫我們家的人 你如果去做 我去做老師 就要700塊而已 用不夠 所以國不中做下去 我們老父 我要做白行 之前我們老父告訴你 你不要做白行 我不行 要幫他幫他幫忙 我們老父做白行不好 你做白行 如果做下去 拖分很嚴格 你如果不是做到死 就是死去扣 所謂做到死 就是做到 做到沒有開大堂做 剩下就是不就是死去扣 扣了很死 因為 做到死亡率非常的多 大概12%左右 哇這真的是不簡單的 扣過 雖然說 好像薪水看起來 比他做老四哥 就是那個 風險很高 風險很高 老師不是薪水比較好 是工錢比較好 工錢比較好 薪水跟工錢為什麼不一樣 老師 你這句一句三萬 我一天賺錢 我有工錢比你比較好 ok ok 如果一國月拖空沒辦法做30天 都是做25天 23天 差不多比較好一點 如果算年薪 我們比你比較壞 嗯 剩下的不可能說 一年中間不受傷的 啊啊啊啊 那你意思說有做比較有 不做就沒有啦 不像我這麼好 我有固定的薪水 你沒有你就是 跟銀石說一樣嘛 對不對 你無論你 沒怎麼好談 是是是 在外面說 你做販子比較好談是錯誤的 因為剩下是 工錢比較好 薪水就比較壞了 啊如果算年薪的 我們比你更壞 一個月一年不可能不受傷 一次受傷的效果就過了 有人效果了年 像我們下班 我們下班後兩三年不做 都要去救錢 廟會 那很可憐 你本身有這個西非症 但是西非症是因為這個矿坑 在這個礦坑裡面說 堂級累積什麼 但是 比較危險是我們這個現場 這個工作的現場 你身上還有其他的傷嗎 那你第一次受傷的狀況是怎麼樣 沒有 那就不受傷 做傷的狀況就不受傷 都不受傷 又要去刷那筆 每個礦工 受傷都不受傷 像我來說 我腳等過兩次 百度砍過一次 手受傷 你腳枕頭上去煎回去 我也聽過殘肥的人 周端坑沒有受傷的 傷痕累累 你如果說 記起那些 台邊 那些 那些 漏盤 高通事故 就是溫某的時候 標車 出風 就是瓦斯爆炸 煤塵爆炸 其實 礦坑的死亡的原因是 幾60種的 什麼隨時 一個小小的空 那些人來 幾千人都在那裡做 不管交通事故 路甘事故 還是 出電的 電視的 水音視的 瓦斯四時的 一氧化碳中毒的 煤塵爆炸的 那些都常常發生的 所謂 周端坑是 名字 日記周端坑的名字是 土利公的 出天才是瓦斯的 所以 你說周端坑的 這個 這個故事不說 是 因為我們拖坑 周端坑的來說 是不說 不說不說 可以 而且當時 因為當況說 對國家貢獻的很大 台灣的國王 經濟交通名字 都是我們看 有問題 還說到小時候 我們最順心的 也為了小孩 才開始去拖坑 不是說 很天性就要做拖坑 像現在外面有空過 所以 吃頭肉是幾個 拖坑怎麼做 沒有人要做 所以 對你來說 其實拖坑 就是一個風險 非常非常高的工作 在任何的一個環節 坑裡面有幾個人 裡面就不管是在運輸 或者是在挖煤 有時候是水 有時候是 氣泡有時候是整個攤坑 隨時都處在一個風險當中 那先去拖坑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來訪問我們的周先生 來繼續看 來跟我們說 這礦工的這個過程當中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周先生 我說過一句話 就說 在礦坑裡面恐懼更勝於苦 是一輩子的黑色恐怖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先去拖坑 謝謝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館總長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 紀錄製造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任務的專訪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世界 背後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 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 更好做更多深入的報導 以及討論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聊天 我們這會開槓是 喉童礦工文實館的創辦人 周朝南先生 周先生你好 老師你好 非常感謝我們周先生 跟我們說這個 討論的故事 但是 雖然說很感謝你 就是聽起來很沒鬆快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 你們家裡聽說有30多月 你們家祖有30多人 要做拐工嗎 我們老婆在那裡 傳來 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是在做拐工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 你如果要去外面走路 沒那麼簡單 你就 而且礦區的小孩都沒有說 讀很多的事 像我家祖我是讀 雖然說拐工比較好的 但是也是因為 家庭的關係 也是沒辦法去繼續拐工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做拐工 那麼多 所以對你來說 你們整個家祖 都是台灣 經濟奇蹟 幕後背後的無名英雄 哈哈哈哈 是怎麼說 無名英雄的福氣 不是這樣 無名就說沒有人知道 你是什麼 黑暗的所在 然後在那邊工作 整個你剛才說 整個軍事工業 這個經濟發展 都跟你們是有關的 所以你做這些事情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不是說我是有多偉大 多大的貢獻 而是你們要記得 你們這些成就 是跟我們一起 是我們所努力 或是我們 也在這個過程當中努力過 不要忘記我們的努力嗎 是啊 老師你說 做拐工那樣 偉盜我們不敢 其實 台灣的兩次能源危機 民國六十八年 六十七年的兩次能源危機 不就是在香港 拐死命 幫國家賭那些能源危機 所以說我們不敢說 但是我們對國家的說話 是有自肯定的 台灣的經濟能穩定成長 台灣的經濟能在70年代能穩定起飛 不就是這些礦工用生命換出的人 幫國家自身的最大的動力嗎 這的確是 所以說你們 說是一個英雄 我覺得一點都不過分 那是昔日的復國神山 昔日的復國神山 以前的 現在 沒錯 當然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改動 不一樣的三票 對這個國家來說 都有很重要的三票 所以你們在過去 可能現在沒有人知道這個礦坑是什麼 不知道 但是知道這件事很重要 那當然你們過去做的事情 對這個社會有非常大的貢獻 我們剛才說到 你們家屬30多人會做礦工 做所謂的礦工 其實我看到你的報道 你剛才說到你的堂哥 這個周德馨 周德馨先生 你剛才說到 你說這恐懼 你在描述他的這種狀況是說 恐懼更勝於苦 是一輩子的黑色恐怖 你有什麼 你說這種 你們堂哥 那時候發生什麼 我們堂哥 我們堂哥很厲害 過面堂哥 一年到四年都第一名 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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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說阿嬤阿嬤阿嬤我明天 不可以去讀書 我說為什麼 我要去做工 我說為什麼 他說家裡沒辦法吃飯 所以他 他等到四年就去措施 去做童工一天賺三賣 那他去做第二天 他就千萬元看完才有 照頭跟第四年 他回去 走到我一天回去那天 第四那天 我回去看我們堂哥 叫他拚腳 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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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我是說怎麼樣 譬如說我們債債 債債去看第四年 嚇到這樣 他非常恐懼 但是他第二天的早上 還是 整裝帶出去 帶當放工 生活壓力的所逼 但是我堂哥非常的 辛苦 他做到30 30歲的時候 也因為落盤 然後他自己也犧牲掉 那他犧牲掉 他沒去之後 他還有一個嚇五歲 我又就是他老爸的複製 如果我們堂哥四年 我找不到我們孫 我們家要找到去 整間房子都找不到 要去找 這家的後面 他去美的後面 跟我靠 那個小孩 割這久 到近年六十歲了 就變成很孤僻 我沒想要跟人說話 沒想要說話 他們家的事情 他政府也還沒帶母 所以我說是恐懼黑暗 在礦哥裡面 一旦發生再變 就是恐懼的 除了我堂哥之外 我還有一個朋友 例如在民國五十九五十八年 我們這三十四媒體爆炸 那礦哥裡面是一個黑暗的世界 還沒地下 他一旦爆炸 他的所有照明都沒去 沒去 他那時候他還沒死 還沒死之前 他就想要走 然後一氧化碳非常的濃度 也沒火 他要怎麼走 他說往前衝 碰到 放到旁邊 往後邊走也放到旁邊 往右邊左邊都是牆壁 但是他就還是求生意志 一直要爬 他一直爬 爬到什麼 爬到昏倒 他被救出來三天以後才醒過來 他醒過來 第一件事情 他說我十幾隻頭都沒去 這十幾隻頭都快滾 都一直走 一直走 走走 所以他說 礦哥裡面是一個黑暗的世界 更是恐怖的世界 所以一旦礦哥裡面一旦爆炸 你就 求 求天天不贏 求天地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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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礦哥是一個恐懼的地方 真正是一個恐懼的地方 但是也是我們生活的地方 也是我們生存的地方 但是這不只是你的心態 心靈的傷害非常的嚴重 是 是 比如說我們 我們去那個 我們去搶救 把那個 那些 那些 放來 一個月了 我們再叫他 叫他那個味 我們叫他 叫他那個味 生菇回來 生菇生幾十遍 旁邊 生菇生幾十多 那個味還是灌在腦子裡面 每當吃飯的時候 豬肉餓起來 就想到 那個味 所以重創傷 辛苦是沒關係的 辛苦只是體力的折磨而已 那個恐懼才是一輩子忘不了的 所以你們有一些這種心理創傷 或者是會引發一些精神上面的疾病嗎 比如說你剛才說 這個看著人過身 看著他腦袋沒去 就在那邊 這個個性變得非常非常的孤僻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創傷症候群 創傷不只是這個礦工的本身 連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也一樣受到創傷啊 他的劍屬 尤其是他的劍屬受傷更大 嗯 嗯 所以你們會受到這種精神上面的這種衝擊 甚至是某種的已經成為一種疾病的狀況嗎 算是我們礦工的症候群 我們的礦工都有一段難忘的故事 想我這句 偶爾也會想到那個 那個人死去 死了一個月的那個味道 我們當時捏到滷肉就會想到那個味道 哇 這是很恐怖啊 捏到整隻肉不敢吃 想到那塊就是是不是我撞到那塊 嗯 天啊 嗯 這真的是一個心理 這很少人知道 我們這一段 我們這段 是說老朱立任務 沒有我這段 我一天這樣說給別人 說我兩天 那種慘痛的故事 慘痛的往事 我自己講一句話就好了 跟香港的心理就是這樣 像我們以前 我們的做事 多大的威苦 多大的危險 多大的工作 我們回去都不會說過母親 嗯 我一個性感就好 哪個苦話大家都知道 嗯 現在已經沒有操控了 可以說了 而且在做這個文史館 應該要把真相告訴社會 告訴大家 讓社會 讓大家知道 台灣曾經發生過著什麼事情 嗯 這讓我想說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過 白色恐怖的第二代 他說他老爸白色恐怖 對外面 對風吹草動 都非常的緊張 他就會把這個緊張 帶到給他的小孩 所以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 也是會造成他心理上面 一個很大的 這種所謂的惶恐 對外界是橫框 因為他爸爸 就一直在保護他嘛 比如說 可能會用皮 把他撈起來 把他撈起來 這個其實對他是一個很大的 心理的傷害 你的問題當然 不像白色恐怖 看起來這麼的政治性那麼高 可是他也是一種很嚴重的傷害 我覺得這個是要好好的去處理 好好的是要去 去跟告訴大家 你沒有說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 這不好 所以我們一直呼籲政府說 礦工礦工的故事 礦工的歷史 是應該不能被忘記 拜託政府說 幫幫忙 這也是台灣的經濟發展史 所以要把這團做起來 我們老礦工 文事館老礦工也老 拜託政府幫我們成立一個公益的 礦工文事館 或者礦工博物館 這是應該要做的 對 所以這不僅是說 政府要對你們想想這件事 是說你們說 這個重視 包括你們的身體的傷害 或心靈的傷害 都必須要去做一個非常嚴肅的 去面對這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再回到那個當時的狀況 剛剛我們看到 在礦工的工作是有非常高度的風險 死亡啊 各式各樣的受傷 你知道那時候你如果遇到死亡的狀況 或者是這個災變的狀況 或是受傷的狀況 會有一些相關的給付嗎 或是有相關的補償嗎 政府有沒有相關的協助呢 有 其實政府補助是這樣子 因為他有礦工有勞工保險 就是我們一旦受傷或者一旦死亡 大部分都是以勞保為主 那其他的政府的補助是沒有的 那資方的補助 不要太想了 有資方自己都賣付 我們一旦受傷就是零勞保給那個 所以說我爸爸受傷 那個時候勞保非常少的錢 一天之零三塊半 所以我不知道去做通訪 如果說勞保給付跟 受傷照顧辦得很好的話 我就不用錯學去做通訪 但是政府補助是 像三次 民國73年的三次大大變以後 那也不算是政府補助 應該是社會監柱的錢 所以就大概一個人有補助幾百萬 以前的礦工都沒有 你如果四四就去 放回去台南 保險 所以你要怎麼 政府的幫助 你借 有些東西法規不健全 你說你的資方 他可能自己 自己就要漏跑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你不知道怎麼回家 一般都是這樣 以前受傷的 你說受傷 在那老婆給你的錢 三個半 給你 存在就沒有了 不是像現在說 你如果受傷 就出來勞保給付 資方也補助你一些 那基本生活費就沒有問題 那個那個實在的制度非常不健全 所以我們 四期不是說回台 拜託老闆你幫我保險清洗 保險 拜託 拜託 拜託老闆幫我們慈安請一下 老闆最多 包給你一個紅包 白包 不是紅包 就包一個白包給你 這樣 就算不錯 像我們那些 我說我們四個四就好了 我們四個四 不知道幾萬塊 沒有幾萬塊 我們四個要有四個孩子 我們在街白兄在那裡就照照 沒有含人家家製 給老闆拜託 我們二十幾個 每個老闆拜託 說我們那些四個 我們 我們 孩子這很多 你可以補助我 多錢補助我 多錢補助我 多一點點給我 老闆也很慷慨 多錢我五千塊 給我們 收五千塊 五千塊 我們二十幾個去那些 那天天那天講的時候很可憐 說到這個故事 老師你都不知道 不是几个五千块 现在没你一个给我给我就给你五千了 人类的残酷 真的是一个听起来非常非常心酸的事情 真的是一个 这个不论是制度上面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当时的行径环境也好 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再去亏待这些矿工 我真的希望这一次的这个赖富的这个房子的争议 不是一下的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风潮 而是应该好好的回来正视这件事情 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 都很重要 都很必须要很正正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在那两年之前 两年之前的五一劳动节 你跟很多的矿工一起走上街头 也是因为要去争取这些应该要有的补偿吗 或者是你们当时的诉求是什么 政府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是 这条问题很好 但是 你去抗争 是台湾没矿石100年来的第一次抗争 那也是最后一次抗争 我们的诉求是这样 矿工人数不多 但是对国家贡献很大 但是政府不是没有在照顾人 他老龙老鱼都有在照顾 我们的矿工大概那个年代剩下 去年的抗争的时候大概是1万多个人 我们去抗争就是我把我们这1万多个人 纳为老龙的照顾 因为老龙80几万在照顾 老爷爷在照顾 不是说我们比较老龙 一个月几千块给我们 我们这些老人 有些西非症很严重的 要帮忙照顾一下 那政府抗争以后就没有 没有结果啊 为什么我们的抗争目的就是两个 希望我们老矿比较老龙 老龙很辛苦没有错 但是老矿工比老龙更辛苦 但老龙也不会很危险 老矿工更危险 而且老龙他不会得后遗症 老矿工会得西非症 没有西非症 也在矿根里面那个湿度非常高 都是风湿症 不是风湿症就是脊椎 脊椎变形症 不是脚骨的就是脚骨走不去的 非常后遗症非常多 比如说对老保给付方面 老保就医的方面 是不是能多放款一些 对矿工多一点照顾 但是我们抗争了以后 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但是老矿工也没有办法继续在抗 矿工但是老实 照顾老矿工是这样子哦 我们去年申请的时候 去抗争的时候是大概一万多个人 那到今年我把它统计剩下一万个人 那大概五年以后剩下五千个人 大概十年以后 连一个都没有 这是不是短期的照顾 不是长期的照顾哦 我都不知道 政府的 官员们一直没有做重视这件事情 其实这对国家是没负担的 因为一万人 每年就存9千 过来存8千 过来十年以后 每天就没有了 这不是 不是政府的负担 这很少很少的 这某种也是一个转型正义 我为什么说转型正义 是因为过去 我们的法律不够矫转嘛 我们的法律不够健全 做的事情不够好 那我们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灾难 政府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协助 但是现在这些后遗症都出来了 做这些协助 我觉得是一个很基本 或是很应该要做的事情 更何况 像你说的 这不是说我要长期的 我不是说一直有很多团压的 团压就越来越少嘛 所以这对国家医生 政府的预算来讲 他并不是太多 但是我很好奇哦 你说 现在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差得这么厉害 都没有任何政府的官员 不管是中央也好 还是说这个电话也好 我一直呼吁 我们这三位总统候选人 大家都很爱台湾 其实我们活动这些是矿工 才是爱台湾 那老师你看 我们用我们的老人年金 用我们的医生 我们就在那里 用我的医生 用我们家要给我的 用务金 我们做的文史馆 做文史馆是不伟大 但是我是替国家保存这个文史资料 所以我们才 甚至是用用命在用心在爱台湾的人 我是说这三个好专 总统好专 没关系上条 他要拜托的 存不下的老人说 帮我们照顾一下 让我们老人说 事也说事要更严重 不然常常让我们带着遗憾而离一起 我早上一个朋友来找我 他说要做人 你说要把政府保障 保障 那有 没有 如果没来 我不会有的 我等不及了 穿不去 嗯 就在那里 撞掉了 虽然我们这部的保障是一个 大臣送 中共一个算传 就是算出来 广广也是要让他知道 你不要再做事 三个一定有一个条 你现在做好了 大家都在关心矿工 关心假的 我们现在既然这个议题已经被炒穿 那就继续的加热 继续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 但是你现在除了 所谓的这些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矿工 老矿工的年金之外 其实你们现在面临到问题 还有一个很紧迫的 说侯童矿工文石馆好像要面临到这个停业的这种状况 是发生什么事情 哦 这这我 我很上心的 你知道吗 因为矿工文石馆是我们这个 老人用心 很用心在经营 但是我们 没有原因 这个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文石馆这个所谓是 我们 以前有个老闆的 没关系老闆的 那我们当初有没有想要做那么 做得那么那么伟大 做一做我们就当时跟他签的企业是签五年 那五年到 到今年的六月份的结束 那老闆在上个月打电话 你到六月之前 你可能就要 拆管还给他 老闆要用什么用途 我们不得而知 我是说 政府没做 我们香港做给这个 用心学下去经营的 钱是用心经营这个文石馆 然后 矿工文石从零到有 从忘记到被记起来 我们做的是 受到大家的支持 以肯定 我想说这个名字 如果这样没去 我是很不甘的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呼吁 所以说 我们社会大众还是国家政府 成立一个矿工文石馆 不要让我们老公说 年纪也大了 也没有钱 你说这间文石馆收起来 你说换一间给我了 我就去重修 我花几十万 我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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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技术都传承给他 那这些 台湾以前的 户国神山就不会再被忘记 不会再第二次被忘记 嗯嗯嗯 你的意思是说 你愿望 我们希望政府 可以来做这个 公共式的 国家级的 这个所谓矿工文石馆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是算苏林 你自己去经营 你去做的 这是不稳定 但是你政府 跟较少了 真的重心这件事 你就要去做了 所以较少了 我们的政府也没要做 你这个文石馆 这个没去 你每个人都没去 看过这个 既定 就在台湾消失了 是消失 我们就是一定的消失 但是我的名字不会消失 嗯 给老师报告一下 我的名字是 我们台湾政府 好像没什么要紧的 日本政府已经来 八百亚要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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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给他出了 一千万的 二百几万的代表 对我看 我不看了那么多钱 二百几万 我看得到 呜 很爽的 我给他帮他 不可以啊 以前 新北京 一个文化集团 告诉我 你这都国保 国保 我买给日本人 我就比卖国责 我才算 所以我就不买 日本人 所以日本人 每天都在一起 今天 他有四十三个要来 你看 我们如果要 我把 全大 他们是很嬉 我们在一起去看 我们在一起去看 我们看 我們在日本 很可憐 台灣的政府還要重視冷 日本很重視 因為我協助和我老的資料 因為日本的九州跟我們採礦的情形 非常一樣 因為採礦技術 採礦用語 採礦方法 都是一樣的 但是他們沒有資料 他們可能建築沒有資料 我來這裡看到資料 他們如何自保 教他們要害羞 我說我們正經經文不在地 不然就讓日本人 日本人的過貨很好 但是真的發現這件事 真的是很大的諷刺 又是很大的悲哀 哈哈 很大的諷刺 政府也不是說沒有錢人做這個 這要花多少錢 對啊 你要經營一個場館 不是說蓋一個 最重要的是 你們很多基礎都說做好了 你政府某個庭 說我拍照來收割就好了 你說你幾個房間就好了對不對 不可以說收割 他幫忙來幫我們做 我的名字放火 我也會給政府感謝 因為總就把我的歷史 把我們的故事 能傳承下去 這是我的使命 我最大 我們創作文史館最大的使命 就是我 這個礦業文化 礦工的故事 能永續傳承下去 不要被社會上遺忘掉 說到你的使命 你剛才這個礦工文史館 你還說過 你要做100位礦工的口述室 你為什麼會發下這個鴻燕 為什麼對於 這100個礦工的口述室 對於我們社會來說 有什麼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老實 做通工的 每個人遭遇都不一樣 像我說的 我的故事 是幾千年的基因 每個人的遭遇 每個人面臨的故事都不一樣 所以我認為 個性各調的礦工 都來接中國 做我一百個 這對以後我們這個 歷史團成是非常幫助 但是非常感謝我們的路動部 他有幫忙 我有說給他聽 他跟去年為止做45年 他說今年會繼續做 最少也做到60個 那我目標是說希望能做到100個 那就整個台灣的礦業史 包括有空中共産 每個人共産一百個集中來 這就是一個非常完整的 台灣的礦業的勞動史 這是我很希望 這個願望能夠達成 希望能繼續來 玩這個目標來邁進 這重要一個工作 也是一個非常 對國家來講 對於你個人來講 對台灣的歷史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為一個國家一個地方沒有歷史 他事實上就沒有未來 沒有這個歷史 他事實上 都實在就是沒有靈魂 那政府要做的事情 反而是民間在做 那民間遇到了困難 那政府是不是應該要下來幫忙 過去政府沒有做好的事情 他是一個虧欠 那現在政府有能力 是不是應該來做這種補償 我覺得這個得力應該不是太困難的 得力吧 有現在 因為我們自己經過後 現在新北市政府 現在有來 有來在說 他願意播出一些空間 讓我們使用 我是說你不要播空間給我使用 你給我使用 我就花很多錢去綜繡 我們這老公也沒錢 可以綜繡 你是不是政府 市政府的一個單位 文化單位或者是 什麼勞工處來接 那就是變成一個公立的政府的文史館 這樣才能永續 才能被永遠的傳承下去 因為這涉及到文史 國家的檔案 勞動部的相關的權責 或者是他的這種相關的辦法 他甚至也是某種社會福利的 另外一種的展現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當然希望這件事情不是一個熱潮 但是這個議題還是要持續的關心 我們政府還是要持續的面對這件事情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周潮南先生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我們這會來打招 我們盡可能來促成這一件事情 他們也有機會 我們再來請你請到最關的這個問題 謝謝周先生 謝謝 謝謝老師 我們這個機會 謝謝 我們今天節目到這裡結束 下次再會 拜拜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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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